而堪称是东台湾茶产业界高强度的农产赛事的花莲县蜜香红茶评鉴比赛 经过六个小时马拉松市的五感评评 最后成绩出炉 一起来看看 上午从151个串赛茶点复评 评审团在接续进行入围决赛圈的茶点 进行外观香气与滋味等五感的评鉴 最后才评评出结果 所以整体来讲今年的蜜香的风味是比往年都要比较平均一点 那但是在淘汰的当中的时候 我们今天淘汰的点数很少 那主要就是品质 我们也考虑到农民的兴棋这方面 那只要有一些的缺点 比如说捕色味或者闷筋杂色 或者甚至你没有蜜香的我们都会把它淘汰 但是确实是比往年要进步的很多 评审团一直肯定整体蜜香香气高水准的表现 是其他台湾茶产区望尘莫及 但吴森顺也强调 蜜香红茶茶汤独有的滑顺柔润的滋味与底蕴 讲求制茶功夫与技术维持延续 小月产是可避不可求的 之前的时候我们会强调蜜香味会表现 但是我们现在也竭力的强调 所谓的它的干准度 也就是它的圆滑度韵味 这个是我们要评选 让它的金牌的必须要兼顾到这个 经过六个小时马拉松市的五感频频频见后 优良金银铜牌奖也依序开出 除了优良奖项之外 这一次参赛茶品水准一致 也使得金银铜牌奖名额有上下调整 铜银牌奖项分别为32面以及27个 而其中13个金牌奖名额 由嘉明茶园、杰林茶园以及好茶园 分别拿下三面金牌 堪称最大赢家 两斤,两斤,四一桶 今年应该还不错 还好,还好 大致上还OK,大致上还不错 这次比赛的结果还满意吗 还满意 今年会不会很难做,因为气候的关系 今年嘛,今天比较 天气比较眼热一点 茶叶从前年开始就干旱 多多少少的影响 茶叶的力量,增长独况 不过还是可以拿到冠军不错啊 可不过难吧 主办单位瑞士香农会也在现场 献炮这一届优胜得奖的茶品 让每一位茶农品评交流、良性竞争 让花莲女香红茶产业品质历久彌新 永续发展 记者11月蓝瑞瑞采访报道 不仅依换